连日来,河南遭受极端特大暴雨的袭击,作为拥有五大世界遗产的文物大省,不少人也担心起了河南各地的文物安全。 7月22日,中心社记者一行从郑州出发驱车前往安阳,实地探访阴虚景区,目前景区内遗址,文物基本无恙。 我们现目前,殷虚景区的状况还是非常好的,但是现在就是根据上级的要求,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闭馆状态,因为现在这个训期嘛,我们等待上级的这个命令,随时接待咱这个各方的游客。 殷虚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,并为加古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,距今已有3300年历史。 2006年,殷虚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,位于安阳西北郊的殷虚景区,由宫殿宗庙遗址,殷虚亡灵遗址两部分组成,依环和而建,其中青铜器、玉器、骨器、陶器和甲骨片等文物主要存放于宫殿宗庙遗址的博物馆内。 进入景区后,记者发现,连日的强降雨并未在此留下过多痕迹,景区内道路及建筑一如往常。 我们接到这个红色雨景以后,就是即时成立了咱的这个领导班子,然后所有的基本上啊,我们景区的包括博物馆这些男同志啊,全部都是在港在外。 然后所有的这些防御物资,全部都准备到外,随时都可以备用。 然后我们这个监控室,都是24小时待命,24小时值班。 然后男同志都是在这个景区里面,包括各个点位都是责任分工比较明确。 然后就是咱景区吧,目前现在没有出现打的这个隐患。 据了解,自7月20日以来,强降雨至河南省郑州、洛阳、巩益、纪园、新乡等文物单位密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。 郑州商城遗址、龙门石窟、松山少林寺等地富土坍塌,但文物本体暂时安全。 7月21日,国家文物局专体研究支持河南省受灾文物抢险工作,决定动用文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项目资金,支持河南受灾文物应急、知乎、抢险及勘察勘探等,确保受灾文物第一时间得到保护。